人生是一本书 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 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销利沪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非常有心的请到 硅谷吐口秀的三位谷干成员 他们分别是组织者早恋 欢迎早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早恋 还有两位应该是硅谷 大名鼎鼎的吐口秀演员了 一位是蒋苏赫 还有一位是王宁 请两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蒋苏赫 我现在目前负责 硅谷拓口秀媒体宣传的相关的工作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宁 然后我现在主要和早恋老师一起吧 负责制作方面的事情 偶尔也会做一些表演 太有意思了 那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俱乐部的来历 就什么时候成立的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好嘞 咱们硅谷拖口秀是2019年成立了 然后最早其实就是几个在湾区的华人 他想说汉语的拖口秀 但是又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 然后没有人向观众宣传到 所以大家就决定自己成立这样一个组织 经过逐年的发展 现在是越来越大 目前我们比较规律的活动 一是每周五我们在南湾有开放卖 每周五晚上都有 然后每周三我们会有个线上的读稿会 帮助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 修改这个稿子 目前固托秀是一个非劲力组织 所以我们不仅有一些捐助的收入 也是通过吸收湾区社会各界的志愿者 然后才能成功的举办起来 真的不简单 特别是能够坚持下来 对吧 现在有多少演员 还有一般有多少观众吗 怎么说呢 咱们是咱们曾经在开放卖演播的演员 大概是150 60个 但是你要说每个月咱们固定来的 我们开放卖每次开放报名演员 一般是10到12个人左右报名 然后我们现场 因为不管是场地 或者是我们需要的节目效果限制 我们每周只开放50张票 这样观众 如果你当周我们演完的话 你还可以免费免票的带一名观众 进入我们的表演 观众需要买票吗 对 就观众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 然后获得入场券 很有意思 那那个蒋苏赫还有王宁 你们就是有没有还记得第一次表演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 要不王宁老师先说 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点想笑 因为是其实是去年 然后因为我自己搬来湾区大概两年了 整整两年差不多 我是去年第一次讲是去年线下刚开始 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是在线上了 然后线下第一次是在一个公园里 是在草坪上 没有不是什么非常重视的一个场合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非常的enjoy吧 那个场地 然后比较露天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 然后会带有会带着自己的音箱 然后包括伊拉堡 然后有很多当地 就是当地community的这个观众会来看 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吧 其实是跟自己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但是跟大家的互动 包括大家反馈出来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对 只不过当时也是我们的状况 可能没有现在好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 慢慢的再一步一步的变好 是不是受国内那个土口秀大会啊 土口大会的带动 就是因为网上火了 然后这边大家也很感兴趣 包括你自己也很感兴趣 说脱口秀是吗 对的对的对的 因为我自己之前 我搬来之前是在芝加哥 我们当时有一个叫 有个剧社叫风车剧社 人家也是年头比较长了 我自己也本来演画剧 小剧场画剧演了很多年 然后我自己也说相声 但是脱口秀的话 当时芝加哥没有这个环境 也没有人组织 然后又干上疫情 然后来了之后 这儿的朋友告诉我说 这儿有这么个组织 然后确实那几年 从1819年开始吧 脱口秀大会啊 包括国内的一些像北京的一些组织 都非常的火 然后也算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有一个相对于刚一开始的一个冲击的一个感觉 所以大家可能不想来试一试 这样 那蒋苏赫呢 就其实我严格意义上完全不算一个演员 我其实主要是负责 就是我们脱口秀的各个媒体平台的 就是宣传和宣发这类的 因为我人之前一直虽然在加州 但是不在湾区那边 所以就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到现场 我主要就是负责相关的媒体平台 就是目前我们在运营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小红书 YouTube 包括国内的Bilibili 我们都在都在运营 然后也在这种就是社交媒体上收获了非常多 就是喜欢牧龟谷脱口秀的粉丝们 而且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很多湾区的小伙伴 他们不知道周末可以去干什么 然后很多人会在小红书上搜啊 或者问小红书也很大程度上的帮助我们 就是连接到了很多湾区的 就是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朋友们 那宁老师是去年疫情以后才来到湾区的 书贺是从贵物脱口秀一时就一直帮助我们 在宣传这方面 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他了解很多我们过去的历史 也看着我们一步步成长 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经历 就是或者说有趣的段子 什么现在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 这个要问早点老师呢 段子是要买票来听的 欢迎这个小闫台场有机会来到加州 然后在线上听我们的开放麦 但是有趣的故事还是很多 因为我们从19年的成立 然后一直到 因为成立之后 我们有一段时间长势很迅猛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是脱口秀大会二 所以我们在班区很快 我们找到了固定的剧场 然后有固定的演员 发展很好 但是到20年初 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恰然而止了 汪玲老师说 有一段时间我们很久是在线上表演 在线上里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脱口秀这个东西 真的是没有办法在网络上说 或者是在没有和观众现场互动 经常上说 因为线上的时候 人的注意力和在线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一个观众走进我们的小剧场 甚至哪怕是在公园里 他一旦来了 他基本上不会说在一个演员表演之中 他站起来他就走了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zoom上说 我们是在climbhouse上说 观众可能会不高兴了 他就点一下关闭键 他就离开了 因为过去周五现场的开放麦 我们是和别的活动 比如说和电影院的一场电影 和话剧院的一场话剧 大家开车对活动进行竞争 在网上我们其实是和YouTube 和clubhouse和西雅图中文台 这样有趣的广播节目进行竞争 那肯定我们是有一定的烈士 所以说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set back 但是我们的疫情里真的学到很多 学到了我们作为半路出家 做脱口秀的人 是包括做媒体制作的人 学了很多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 大多数成员都是高科技公司的员工 是吗 就是马公安或者说 就是因为湾区本身就是高科技公司比较多 是不是这样子 对比较多的是吧 我们说比较常见 我们说程序员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我们这有几个大的药厂的统计 然后有些企业的高管 还有一小部分呢是玩具各大院校的学生 还有些老师 我看你们网上也有一些指引 比如说都要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啊 或者什么 然后是不是大家的套路就有点相似了 大部分人的套路是有一定相似的 这个事里边我没有一定的原因了 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每周三晚上有一个读稿会 我们会有经验比较多的演员 然后帮了新演员改稿子 那么最终局限在几位演员之中 大家套路会比较相似的 但是时不时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贵谷地区 每周都会有新演员来报名 时不时的会有那种很有天分的演员 让他自己带着自己的想法 带着自己的表演风格 所以我们经常也能反向了 从新人身上学到东西 所以我们的套路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升级 那新人在你们这个团体 是怎么能生存下来 就是比如说 因为有一百多个人 然后有一些人 比如说可能是经常固定的 可能王宁可能是一个明星了 要举个例子 那是不是就因为受欢迎程度 然后他以后来的就更多了 王宁老师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讲的不行就转幕后 没有没有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生存在开放麦 可能跟我们的初衷不是很相像 我们竞争的这一方面不太多 虽然我们的每周的演出的时间 其实是稍微有些限制的 因为现在可能如果特别火的一周 可能演员能达到十一个十二个 我们想要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演完 是有点困难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 如果新人来的话 那我们先参加读稿会 然后看看机会 但是他一定会在当周或者是最晚下一周肯定是有机会的 一般当周报名就可以了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主要还是鼓励大家 然后刚才说到的一些新近的演员的身份的话 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当然了这边的组成 包括这个年龄段的组成 就是以马农为主 但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宝妈 比如说爸爸可能就是子女都比较大了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我们上面一辈的 这个可能会都会走 然后对像我之前是去年可能说 但是今年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比较忙 那我们我就转做幕后 因为写稿子其实创作是很需要时间的 创作出一个满意的稿子 然后我这也算一种侧人 所以说这个团 我们这个脱口秀这个团体就是相当于 并不是说你只能说才能来 你如果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像我每周去制作的话 我去看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挺欢迎就是不同背景啊 不同故事的人来 因为感觉就是 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人 在这里就是演员之间也会有相互的帮助改稿啊 包括每次演员就是表演结束之后 大家可能也会相互提意见 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不断的让大家把改子 搞搞子越改越好这样 对 早点老师你自己演过吗 对我以前还是演的比较多了 咱们最早的早期其实有两大困难 在2019年的时候 咱们刚刚开始办 第一个困难是每周不知道去哪演 那个时候咱们没有固定的场合 所以需要每周去安排一个新的地方 时间地点会变 所以每周我需要操心这个事 第二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知名 所以每周的演员报名人数也不是很固定 观众的热情总是高涨的 所以每周总是有很多的观众想来看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敢上台 只有三个人我们觉得可以上台 所以经常有这个困难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 说我必须得每周都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一是咱们的演员越来越多 第二是演员的能力也是越来越高 我在上台 一是有些丢脸啊 我的水平比较差 二是也有偶像包補嘛 对吧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怎么说段子 但是是做主持串场的工作 我会急性的砸一些线挂这样 但是贵物头就又在发展 然后具有主持才能的人也越来越多 大家就想做主持人 所以我现在是比较少的做演员的工作 可能在一些重大的活动里我会主持 然后有些重大嘉宾来的时候 我会做一小段 这种男场演出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李丹的角色 就是 有的人说我是硅谷李丹 但是不是因为我制作的原因吧 就是因为每一场 不是别的原因 我会在边上假笑 当场面气氛最尴尬的时候 我会发出那个唯一的笑声 大家说这个很像李丹 我觉得这样组织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角色 像其实早恋老师一开始 可能小将比我更熟悉 他可能因为我们到现在将将快要三年了 可能一年半甚至更长时间 他都是在我们排行榜的第一个的位置 后来才被叫Aaron的演员抄了 所以后面他可能更多的转时间转向的制作方面 就是一个李丹这样的角色 因为这个排行榜是就点击量吗 还是主要是怎么来 以什么来衡量的 你们都不说好 其实是演员 你光看次数来算的 我们网站上的排行榜 目前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也看到有的演员就拿早恋开玩笑 比如说早恋这名字的来源 或者什么 就是反而就抱梗了 对吧 对 因为早恋一个人大家都熟 基本上来的人包括观众 因为早恋在湾区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人脉也比较广 对 然后现场来的观众呢 很多因为工作原因 或者是平时的交际的原因 搜索的原因 跟他也都认识 或者是至少知道 所以这样的抱梗就是比较快 对 然后他这个名字也特别的让人有思考 对 是不是就有点像于谦的角色了 累死 我们在我们在辅导信业员的时候会说 然后如果是想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说我一个朋友 那就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人 更更抓住人心 那么经常尤其在我主持的场次 他上来会说我是早恋 观众可能心里已经有这个人了 你说早恋的话可能就会更容易说一些 挺有意思 那个苏佛你要什么补充的吗 就是我其实参与现场表演比较少 感觉这方面的就是经验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在社交媒体是吧负责 然后但是也会有比如说什么演员特别受欢迎啊 或者这些数据你是比较能够直接的知道的 对就是我们其实发现有些演员他还挺就是很会紧扣当时的某些热点啊 或者是就是大家可能对湾区的程序员啊或者湾区的生活就是有一些stereotype那种 然后很多演员会拿这个作为一个就是 段子来讲 然后讲多了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非常的有趣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演员也在尝试打破就是程序员啊 包括就是湾区固有形象的那种就是固有印象的 对 对 在今年早些时候效果第一次在湾区办了他们海外第一个训练营 然后邀请了很多我们的演员参加 其中提到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自己的人设 大家都会说呃刷题跳槽呃方面的内容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形象 所以接下来这半年一年的时间我们的演员也是着重在往这方面上发展啊 希望还能保持他们在湾区的这些点击量 有没有这种生活一点就是跟自己相关的比如说嗯 谈恋爱啊找对象啊或者说呃家庭生活啊或者跟媳妇跟老婆或跟跟老公之间的关系啊 这样的话题蛮多的蛮多的其实就尤其呃因为我年初的时候呃相当于三月份吧 我又开始全力的在我们脱口秀这边了之后呃基本上每每天每每周周五一半的话题可能都是这样的这个元素 其实这是一个创作相当于大家进阶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是根据自己的身份啊我生活当中有什么 草点什么的我不吐不快的东西然后大家都有共识都去笑然后再去发散到一些身边的一些事物 比如说呃留学生在美这种一个环境然后再往大了换可能就是到人生带有一点哲理性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脱口秀创作和演员演绎上的一个一个进步我我我自己亲身亲身能看到我们的演员是在有这样的成长的跟着我们脱口秀嗯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 我觉得早恋老师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话题啊就是可见人设多么重要 上次我们和爱杰西合作然后他来贵谷办训练营大家都很羡慕爱杰西张狗就能说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也和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人设会有关 最懂中国的美国人啊最懂美国中国人嗯这个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人设也其实有利于他们在就是网络各个平台上的传播 因为大家可能会记住因为这么一个演员然后记住整个硅谷脱口秀大家可能也会就是我们很希望将来就是大家来到硅谷或者来到湾区旅游可以把我们当做一个打卡的地点就是一定要去看的一次脱口秀对 嗯这个现在很多主要的城市好像都有了就是好像遍地开发的样子啊这个应该是以前是可能小品啊话剧啊也是挺锻炼人的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包括包括王宁老师啊然后现在这些人才好像都流到这个脱口秀这边来了 嗯对因为这个是其实脱口秀在北美其实火的也挺早的嘛其实国内的相当于这个元素也是有一点点被引进或者是借鉴的一个意思 但是呃我觉得这种艺术形式跟现在的社会节奏其实是大边的就是合着的因为现在节奏也越来越快像是话剧包括相声这种东西一个是创作周期长 再一个是演出的难度和呃整体制作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像脱口秀这样的作为演员来讲其实你比如说写一周你可能就有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稿子了这个跟社会环境跟现在大家的节奏其实是蛮相关的也算是一种趋势我觉得 嗯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美国这个环境还是比较适合这个脱口秀发展的对吧就是国内可能说什么还是有顾忌的就是当然美国就是我们讲脱口秀以悲量扯政治但是毕竟还是整个的大环境还是还是要有很大的区别对吧有的时候也不容易有的时候咱们华人演员在美国 中国不能说的他不敢说然后美国还有一定不能说的他不敢说的就更多了也不一定美国人的性格还是有关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就各位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精彩继续啊 好了谢谢 好了 这个节奏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 Radio S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都是Chines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 请记住 Real ID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 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 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 那么这会影响你吗 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 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 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 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 想知道更多请到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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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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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 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 佩戴口罩 并经常洗手 如果您感到不适 请通知您的主管 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 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 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 如需更多信息 请致电周劳工和工业部 18005478367 欢迎回到我们西亚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 请到硅谷扑口秀 这个社团的三位国关成员 他们分别是早恋 蒋叔贺和王宁 欢迎三位大家光临 然后我想托口秀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你们很想 我很想听听你们 就是加入这个团体之后的一些 难忘的有趣的经历 或者有趣的故事也好 好像早点老师应该故事比较多 我的故事可是太多了 因为脱口秀的关系 然后我在硅谷地区 然后会经常被人认出来 然后会碰到我见过我的人认识我的人 然后疫情这两年对我的改变其实十分大 你这两年因为大家都在家里 然后我的体重增加了不少 然后我的硅谷除了除了做脱口秀以外 然后过去我就接过一些通告 然后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华人的公司的广告 是我拍的 然后疫情里大家就会感觉很混乱在街上走 有人会认出我 知道是脱口秀的早恋 但又和他们常见的电视里形象又对不上号 觉得这些人好像不应该长这样 怎么这么肥怎么这么黑 然后时常我就会看见有个人远远的向我走过来 然后想照顾我的名字 然后看着开始思索 这是早恋吗 这是我经常在路上碰见的一个场景 看来是成名了啊 有没有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被警察拿拿下来 他说哦原来你是早恋啊 然后这个单给你免了 哦没有没有没有 一是咱们是手法公民嘛啊 开单的情况并并不是很多啊 第二是咱们过头就主要还是做这个害你的节目啊 因为在湾区说是分英语的节目还是很多的 就像我经常举例的咱们有一个Facebook的group 叫Bay Area Commedia 呃就是咱们英语的Commedia 里面有一万一千人 所以其实就是英文的圈子 如果你想说的话 不用自己成立一个社团 然后完全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咱们说汉语拓就一是为了自己说 二也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华人华侨 在湾区的业余生活更丰富 所以目前还没有打入的洋人的警察圈那里啊 也许有一天 那可能你的体重还是不够 我还得往上因为我知道Fluffy就是那个很著名的 蒙古希克艺的 因为他有一次被警察拦了之后 我听过他的段子就是他被警察认出来 嗯对 然后但是他就是那种体型比较确实体重比较大 但是他的段子非常好叫 也非常的会自嘲 是我的一个偶像之一 小蒋 我也觉得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一直处于一个remote的状态 但是就是在这个从最开始感觉三四个志愿者到现在慢慢的二十多个志愿者 然后很多志愿者也是演员出身啊 啊 然后就和很多志愿者交流的过程之中也发现就是志愿者生活中也非常有趣的人 啊 然后也和很多志愿者成了就是生活中的好朋友这样 对 那你是在南加是吗还是 对我之前是在Santa Barbara读书 然后后来我又去匹兹堡读书 所以就一直处于一个很远的状态 嗯 咱们的志愿者尤其媒体部的志愿者 有很多都是在校的学生 所以不是全部在湾区 对你现在人是在匹兹堡 然后新嘛在硅谷是吗 对我这个暑假在洛杉矶 所以相当于又回来南湾这里 南加这里 对 嗯 对 那我您呢 你是说我的我在哪 有趣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被人就认出来 当然这个对对早恋老师来说 被人认出来是有趣的经历 但是你的有趣经历可能不是这个 我倒是蛮相有的 其实 早恋老师在这个在湾区就是硅谷这边 待的确实年头比较长了 而且呃 他之前因为工作原因 包括个人的性格也是非常爱交朋友的这种原因 所以就认识他的人蛮多 但是来了之后我又赶上疫情 然后我其实演的尤其这 今年这半年就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我的重心主要还是在制作方面 但是制作的话就会听到很多这个就是 大家演员之间啊 包括我们制作的人员之间有一些八卦 或者说 因为都是二十多三十多这样的一个年龄 会有这样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对 八卦就是单身女孩子受受追捧了 对不对 也有单身男孩子受追捧 对对对 对对 是的 这就是八卦是 因为这种像像剧社或者是像这种 投稿秀的组织 其实这种蛮常见的 也是大家演出之后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 嗯 那有没有就是这个偶像跟粉丝之间那个成成成对的呢 这种好事情 早晨老师有吗 我们现在现在有 我还是蛮常见的 呃演员演员在一起的啊 包括演员和观众 因为投稿就相识的 对对 过去三四年里还是蛮多的 嗯 对 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是一个 游戏演员跟演员之间 包括制作人员之间 就是一起共识时间比较长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考验对方的一个时间段 但如果真的像说一个粉丝 今天就特别喜欢这个演员 然后他就开始什么的话 好像目前这样的故事还没有 但我觉得会 那么就是炒CP 有有没有表演的时候也炒CP 然后像这个这个雪国立车这样子 能够能够开出去的这种 有我们因为演员跟演员之间有成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啊呃会有会有开玩笑的时候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演员不像雪国这个组合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这个话题的话哎都有反应 但是我们这个演员之间可能内部开玩笑会非常的开心 但演出的时候这样会比较少 因为还还还还得过个三五两三年 咱们有一些演员他们自己是情侣 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call back的时候才用 比如说一个人上台吐槽自己的太太啊 在家里怎么对自己不好 晚上怎么抢被子啊 早上怎么把她闹洗凌 然后会把他太太也上台说段子啊 不能说哎我就是刚才他口中那个女人啊 啊但这个这个还是比较机缘巧合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成为对的 嗯这个这个有点就像那个那个王斯文他们那一对的 嗯对但是希望结局不一样 嗯哈哈哈是是是这样呢 因为前一个人说了之后后一个人哎就相当于一个大的call back 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整体上一个的上一层的一个幽默的效果 嗯啊找你老师把自己培养成明星了 有没有把演员也培养成明星啊 我们一直有在尝试啊 嗯 第一是我还算不上是明星啊 然后成为明星也不是我的理想之一 只是机缘巧合吧 因为我们在硅谷这几年的原因 然后被一些人知道啊 第二是我觉得在中文脱口球界吧 可能比较大的一件事 对于原来说就是登上脱口球大会啊 那么就像之前说的 我们和效果呢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后今年包括过去也有一定的合作 那每年透球大会无论是海选的阶段 还是说报名的阶段 我们都保持联系 我们会送着我们的演员进入水库 包括我们会邀请效果的老师 无论是远程还是线下给我们讲解 理想中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员 能早日的进入透球大会的决赛圈 希望有人能早日能炒上那种全国规模的CP 这有点意思 就是那么效果 前几年脱口秀大会是云海选是吧 然后那个硅谷脱口秀有参赛吗 还是 有的有的 我参加过很早的 你参加过就参加过了 那后来这个进到哪一个程度呢 就是进到 我那年可有意思了 我那年我进到一度卡姆是我的评委嘛 那年也比较不晓 是2020年 就疫情刚起来 疫情了 然后后来这个是 一是可能记忆也不经吧 那是三个评委嘛 记忆也不经是得了一票 二是现实的原因 这个疫情里确实也没有办法 回到国家参加这个后美的环节 然后包括往后的每一年 每年咱们都有演员去参加 当然真正咱们进入到这个决赛圈的 也是凤毛领角 所以我们还要不断的提高 不断的学习 那你那盏灯是谁给的 是卡姆给的还是 不是了 卡姆老师不是很喜欢我的作品 卡姆老师在画面上 嘲讽了我很多 其实现在YouTube 不能看见当时的那个片段 刚刚嘲讽了很多 当然了 那一年就是他因为卡姆出事了 所以把卡姆的镜头都剪了 是吧 上网的部分 对的 但其实我们的录制是非常早的 就是说我觉得大会虽然可能是下秋直交 把那个录制是很早的 那个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预料了价格会发生什么 那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么去年有有海选吗 有云海选吗 去年国内没有什么疫情 去年就这个云海选的情况很好的 就是他们的疫情就取消了 对吧 也就是海外的海外的频道 国内他们就没有必要云海选 所以说说海外的演员想参加就渠道反而少了 对吧 你可能你参加了也不一定能保证能回去或者是怎么样 入选了之后 是是是是 挺有意思的啊 最近有很多故事故事越来越多 而且而且其实所谓的成为明星这方面也不仅仅是脱口秀吧 因为我们的很多演员有很多爱好 比如王丁老师喜欢演话剧 很多人他因为来到贵物脱口秀 他知道了很多班去其他地方的演艺机会 有的是比如咱们这里有些春节晚会啊 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乐队伙伴 有的参加了一些话剧的剧社 有的甚至获得了国内那种头部的起居公司的工作机会 所以可能每个人我们通过贵物脱口秀 获得自己成长路径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 其实这个这个场合或者说这个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 你像我一样是就比如说开拓当地的一个 你的自己的圈子的一个一个机会 我来了之后相当于就是有了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朋友多了 因为我之前没有来湾区住过或者上学过 在一个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虽然是演话剧更多 但是我喜欢演喜剧的东西 然后因为各位这个硅谷脱口秀的同僚们工作都是在打厂 所以也获得了一些可以内推的机会 对因为共事的原因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继续拓展圈子吧 所以这个组织对我来讲就是给了我挺多东西的 所以我很我也像现在很很愿意每周都去现场组织 然后这个做很多的我自己的去为他做一些 是补充相当于 那小蒋呢你的收获大吗 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 就是因为从最开始就开始 就是我是一点一点看着我们的就是各种社交媒体平台 从没有粉丝到现在慢慢积累到上千的粉丝这个过程 就是包括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如何运营平台 如何就是通过平台给我的数据反馈不断的提高 就是我们相关的就是媒体平台的输出的内容这种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然后我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们媒体部的很多小伙伴 大家都是有不同的专业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收获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我能就是特别能感受到 就是整个硅谷错误就大家志愿者团体 大家都非常想就是心非常齐 很想去把这个事给做大做强这种感觉 然后包括我也就是之前说到的就是认识了一些志愿者朋友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比我年长几岁 然后有一些职场的经验啊或者是什么 然后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事情 而且早恋老师就是也很信任我 就是从后来我们媒体部做大做强了之后 就是也有一些实习生 然后早恋老师让我去负责管理他们 这也对我个人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对 所以现在是公司化运作了啊 你再多说点早恋老师下个月就要给你发奖金了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您有旅行计划吗 请记住 Real ID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 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 那么 这会影响你吗 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 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 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 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 想知道更多请到ID2023wa.com.zh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 实惠低月工 听起来不错 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 实惠 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 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 低月工 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 最重要的是 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 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 请马上转身离开 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 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联邦贸易委员会 或其王子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 建筑商胡秀平 Shallie Hu冠名播出 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高兴的请到三位非常有趣的人士 因为他们讲的是 吐口秀 就是来自一个硅谷吐口秀 这么一个团体 就是让硅谷的 大厂的 大小工厂的员工 就是这么有更多一个去处 就是让大家生活更开心 我相信 那其实我们 我本人还有 包括我们电台很多人 都是吐口秀的爱好者 所以呢 我们也在 想要做一些 跟你们类似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我们呢 即将呢 也要办一个吐口秀的比赛 就是北美吐口秀大会 其实我们其实是完全是 受国内的吐口秀大会的 叫激励 对不对 或者说 他们给我们灵感 那么因为 因为国内现在 想吐口秀大会等着 等着看 结果没等到 那现在我们想想 北美这边各个城市 都有那么多的人才 就是其实有吐口秀 团体的城市挺多的 就是 那如果大家 这么有才华的人 能够一起一起讲假 或者什么一起比比 那可能会 那个整个层次 或者都能够 有所提高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如果对大家都能够 有提高 有锻炼的机会的话 我们都想 就是 这机会 也跟你们合作 能够一起一起 把 把这个事情 就做好 对 那所以呢 我们也 也非常期待 就是 是来自硅谷图口秀的 你们团体的成员 包括你们的演员 能够参赛 当然就是 我相信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就是 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能够弄得很好 然后 刚刚听到你们这个公司运作 就是 就是我 我相信在 不管是 其他城市 你们是走得比较早的 应该 有很多可以 向你们学习的地方 是不是 也没有 对 北美现在很多城市 都有这个透明秀社团 对 过去半年一年里 我们看见 波士顿 纽约 包括西雅图 加拿大的 东东多 东哥华 现在都有社团 而且 我们这些社团主理人 我们自己会有个微信群 然后互相学习经验 对 我们有个群是 就是所有中国之外的这种汉语社团的 这些助理人在一起 所以甚至包括伦敦的社团 巴黎 包括澳洲的一些社团 新加坡 我们都会联系 北美范围内也有过去两年 可能也有过那么几次 脱口秀界的盛事 但是很多城市当时还没有社团 都是一些比较零星的演员 甚至很多人是一行里通过 贵物脱口秀的线上表演 开始接触脱口秀 所以我们一直是很支持 各种各样全北美范围内的 支持中文脱口秀成长和发展的活动 那那个网上的 比如说 您刚刚讲的 就是中国之外的这些 脱口秀形成的团 然后他们有些网上的比赛 联麦或者什么 你们参加自己参加过吗 那我们一般是不参加线上的活动 但是比如说我知道伦敦的 做企举俱乐部 他们很喜欢办线上的脱口秀 然后我们会鼓励演员们自己去 但是官方合作的话就只是 比如主与人的交流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喜剧解压会 互相邀请 挺好 那以后就是有没有什么发展的方向 就是要向效果学习吗 规谱脱口秀来说没有 可能有的社团是这样的 因为首先小元台长多次说 这个公司化运作 我更相信说我们正规化运作 因为法律上来说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成功的定义和效果 这样的企业还不太一样 我们主要是为了弘扬华人 在美国的汉语的文化 也是为华人华侨提供很多的活动 对我们来说 其实眼前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整个硅谷 或者说旧金山湾区 能服务到更多的人 能更频繁的在更多的地点上开放卖 能提供更高质量的节目 另一方面就是如果说 在美国北美甚至说全球 有其他地方的社团需要这样的帮助 其他地方需要华人华侨 需要有更多的投资节目 我们无论是在组织上 还是在参演上 能多多提供这样的机会 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很有道理 这个其实就是从零到 比如说你有可以容纳50个观众的场地 然后还有团队 比如说现在王宁啊 蒋素贺都相当于他们还能管理团队 这个其实是 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出行 至少是吧 因为一是我们在硅谷嘛 这个创业的时候也很浓厚 哪怕咱们不是一个创业企业 但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方式和方法 第二是咱们的团队又来自于各行各业 比如说我自己在大公司里就是做这个工程管理 自己在团队 所以会了解一下管理的方式啊 激励的方法 包括鼓励人才保留人才那些方式 每个人会带来不同公司的思维 然后我们就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这样 是因为会有这些元素在 像早亮老师说的 处在这个环境 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 就肯定会从自己所在的一些环境和原本的行业中 学一些经验或者是技巧点 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制作上面 但其实呢我们应该目前可能也 起码现在没有想说要做成一个很商业化的一个一个东西 一个是 大家的初衷 并不是完全的想要商业化 还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 而是爱好乐趣对吧 对的对的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商业化了之后 会带来很多的困扰和麻烦 这个也是跟我们 起码我们目前是没有太想想要是这样的 对 而且其实就是随着我们表演在变多 然后各个方面的事物在变多 却就是更明确清晰的 就是分工这种任务的划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让我们就是整个脱口碎 包括表演能够比较正常的顺利的有序的进行 最里面有很多跟他突然想到早恋老师说他在大厂的一些经验 我就没少吃过他画的饼 我我见到早恋老师之后 我从线下开始啊 给我规划说你哎 包括我的因为我刚来 其实我也在转转这个其他的行业换工作 包括一些生活上的建议 包括就是自己的规划 我们两个虽然年龄差不多 但是他的这方面的经验是比我足的 然后包括这个职业上的一些我们会探讨 然后包括在脱口秀的一些发展 我的发展脱口秀的发展 那早恋老师通常会说一个很大的这个愿景 对 我现在就是还是有疑问 就是你既然已经定位是那个非营利组织 然后不想工作营足 那么这个柄能是能能能化成怎么大呢 难道化的比较看起来好吃吗 还是不就是说比如说演员 对比如说演员 因为我们其实是跟像 德莱老师刚才有提到过 我们是跟校伯有有过合作的 所以其实是会有一层这一层 嗯牵线在里面 那演员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都看过通口秀大会对吧 为了鼓励大家啊 然后那就是告诉你说你好好写好好做 然后我们多参加我们的这个周三的内部的布告会 对吧 你的目标就要往那边去看 对这方面的并不是说公司层面 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盈利啊什么的 看来我还像早恋老师学习 那这个这个这个国国内脱口秀大会 那个今年都开不出来 现在北美脱口秀大会开出来了 要向我们这边看齐了 可是不敢可是不敢 我们做汉语脱口秀 还是要多和这个国内的国内的前面的学习 哦不不不是不是 还有还是要向他们学习 就是向他们学习 对就是那个我觉得 嗯脱口秀大会就是很成功 基本上他们的 效果自己的演员都是都是大的IP对吧 然后还有他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大的IP 所以我想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要培养性就是这个IP 就是知名度高的IP的这些计划就是 培养常不上吧 一是我们是非力组织吗 不是经纪公司 对吧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可能想鼓励别人成为比较大的IP 但是另一点就是从事实上来说 我们几乎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兼职在这个行业里 那么很多人他可能白天他有薪酬很好的工作 那很多人可能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问怎么成为一个IP这件事上 一个一个演员成为IP他一要有要有天赋 二要努力 三还要有正规化的运作 那么这三个同时占有 那目前咱们大碗演员的条件还不具备 咱们贵物脱缩的资源也还有缺陷 也许有一天把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走出去 通过更多比如说全北美范围甚至世界范围回到中国的交流 能有些人成长来这样的IP 先离开湾区到西雅图来比一比 参加北美的比赛 然后再参加国内的对吧 然后世界的 这点我们要向西雅图的西雅图俱乐部学习 西雅图俱乐部创办一史吧 有几位创始人社长一些骨干人员都是 每周他们都会飞到硅谷来 然后我们会有些交流 他们每周飞过来啊 就是他们每周是不一样的人啊 就是第一这周西雅图来一个人 下周来另一个人 然后来到硅谷 然后我们我们会讨论怎么办呀 然后那也是他们创办比较早期 我们会多交流这样 而现在他们已经在 甚至可以说在一些方面 可以超过我们野员的积极性上 所以还是是时候我们向他们觉醒了 他们也在初始阶段 应该他们现在走的路 是你们早期走过的路 今天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啊 时间很快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跟三位交谈 然后知道你们的故事 然后呢也就是觉得你们在这方面啊 在在美国甚至北美是走在很多城市的前面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很多其他的城市他们也办类似的俱乐部 应该从硅谷突口秀能够学很多东西啊 然后所以呢我们我们很高兴就是 包括这个在早恋老师的带领之下 然后在这个骨干这个讲书客 小奖老师还有王宁老师的辅助之下啊 这个硅谷突口秀 其实知名都越来越高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说一句话 希望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就是在中文的这个在北美的这个艺术 叫语言艺术圈子里我们都能为这个中文的文化 在起码在北美的一些发展做出我们能有做的能做出的一些最大的贡献吧 然后也希望大家各自都有所收获 就我很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不管是湾区的还是整个北美地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有趣的故事 然后包括听到演员有趣的段子 然后如果各位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一天来到了硅谷旅游 记得要来看硅谷脱口秀 最后还要感谢小元台长 感谢西雅图中文台 然后也不仅是感谢今天的节目 也是感谢大家办这样的脱口秀界的这样盛事 希望有更多的人 然后在北美能参与到弘扬中国文化 汉语文化的活动之中来 谢谢 好我们也期待 硅谷脱口秀这个 呃的人才啊 就是能够到西雅图来参加这个北美脱口秀的比赛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小元台长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限电视 Exfinity 152台 拜拜